订婚宴上小美正在开怀畅饮 殊不知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小美的未婚夫是上流社会的名人 他们一出酒店就被狗仔女疯狂抓拍 两人赶紧开车离去 可狗仔女在身后紧追不舍 两车并排行驶 相机闪光灯剧烈闪烁 未婚夫见状将车开出光速 不料小美一阵恶心 竟然将头探出窗外呕吐起来 下一秒 飞驰过的垃圾车带走了他的头颅 垃圾车司机也算倒霉 丝毫不知自己成了杀人犯 正哼着小曲欢快摇摆 却从后视镜看见诡异一幕 垃圾仿佛被人提着一样 纷纷掉在地上 司机正要去捡起来 却听到一声叹息 回头看去 一堆垃圾中竟有个女人的背影 司机疑惑询问 那背影缓缓起身 司机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走近看去立刻寒毛倒树 吓得面目扭曲 这竟是一句无头女尸 司机连滚带爬上车离去 没注意到 女尸正拖着头颅 死死盯着他离去的背影 报纸上争相报道小美的死讯 死无全尸四个大字 让人不寒而栗 未婚夫找到入联师小衰 希望他能处理小美的身后事 还将小美一只珍藏的八音盒递给小帅 起料 这正是小帅送给小美的定情信物 小帅和小美是大学同学 曾经无限甜蜜的他们 约好携手一生 可后来小美留学因果 小帅再没有收到他的消息 殡影馆内小帅沉默地徘徊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 你很爱但不属于你的人 小帅看着尸体 不禁心生怨恨 如果当初小美选择和自己在一起 他一定不会让这惨剧发生 最是怕鬼的他 却万分想见到心爱女人的灵魂 这思念快要把他逼疯了 但小帅不知道的是 只要他回过头 愿望便立刻就能实现 小美正飘在空中 怀中抱着头颅 双眼含泪注视着小帅的背影 他心中是否已有一丝后悔 谁也不得而知 平时间里 小美的手指突然颤动起来 一下两下 原来他的灵魂正在一旁安装头颅 终于安好了 他缓缓转动破损的脖颈 这时如脸是易叔走了进来 听到处师柜里一场吵闹 他呵斥道 说完警告的看了一眼角落色素的小美 与其同时 钟声响起 小美害怕极了 毕竟她是头一回做鬼 易叔在走廊遇到狗仔女 这女人真是想钱想疯了 净准备拿小美的无头尸体做文章 她骗易叔 自己只是想上厕所 易叔提醒她不要乱跑 显然狗仔女把这话当成了耳旁风 她不小心闯入鬼差的领地 无数阿飘向她逼近 狗仔女终于慌了神 害怕的两股战战 突然她被一只手猛的拽了出去 竟然是小美 善良的她不忍心狗仔女死在这里 不计前嫌出手相救 狗仔女却还是惊恐大喊 原来鬼差竟吞噬了她的双眼 等鬼差走后 小美来参加自己的葬礼 在停时间 她看到小帅专门为自己的无头尸身 制作了一个头颅 上面画着精致的妆 小帅深情凝望着这张脸 对一个男人来说 能和心爱的女人结婚 是多么幸福的事 即使小美不在人世 小帅依然愿意 娶她做自己唯一的妻子 小美感动的不能自已 回想从前 小帅承诺过 会为她准备最特别的婚礼 没想到竟一语成称小美眼中满含泪水 葬礼上把银河突然诡异的响起 众人吓了一大跳 只有小帅面不改色的打开 才发现里面竟装满了小美没有祭出的心 原来当初小美去英国之前 让妹妹把自己在英国的地址告诉小帅 可妹妹因嫉妒欺骗了小帅 小美刚到英国就生了一场重兵 可一个月过去都没有等来小帅 只能不停地写信抒发爱意 但她以为是小帅不愿联系自己 所以并没有祭出这些心 一切终于真相大白 此时妹妹正抱着小美的遗照 突然她双膝一软跪倒在地 怎么都站不起来 她担心姐姐惩罚自己 赶紧哭着道歉 小美看着痛哭流涕的妹妹 不仅无比心酸 最终还是放过了她 烟幕降临 小帅独自一人来到天台 她举起精美的纸戒指 对不起 她将戒指轻轻点燃 无数灰烬飘散在夜空中 小帅回想这场遗憾错过的爱情 不禁留下泪来 一只戴着戒指的手 却轻轻抹去了她的眼泪 小帅一阵心迹 她缓缓转过身去 这一幕太过动人 胜过所有海市山盟 有情人终成眷属 小帅轻声向小美保证 以后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了 有人认为小帅是从天台一跃而下 放弃生命才得以看见心爱的女人 可也有不少人愿意相信 是爱情的力量穿透阴阳两界 在生死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可能我们一生都不一定能拥有这样的爱情 如果你有幸遇见了那个命中注定之人 请一定不要轻易放手